网络天下车新闻 保览天下车事件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旁观看我们的天下汽车 3月4号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 大家都开始想方设法的开源节流了 那对于有车一族来说呢 节省燃油支出成了他们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我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之外 今天节目还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给爱车进行正确的保养 其实也可以让您的车不再费油 一辆汽车能否节油 除了与驾驶员驾驶习惯有关外 汽车本身技术状况的好坏也是节油的关键 而技术状况的好坏与车辆的保养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大家是否知道保养哪些部件可以达到节油的效果呢 发动机大概就是发动机吧 因为发动机是整个汽车好像能得要心脏一样 就像其他一个传动部分啊 发动机肯定的 应该是发动机这一块吧 引擎这一块好的话 那么油肯定要用的少一点 绿油气啊什么应该都有关系吧 油路啊什么地方呢 那个流行器经常挑换 那发动机应该有关系吧 对还有轮胎这一块 还有引擎 从刚才采访中得到的答案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在汽车保养得到 能够节油这一概念上有着相似的人同 但对于具体进行何种保养 才能直接影响油耗则不顺了解 今天我们就请维修专家 给大家介绍几种通过保养达到省油效果的方法 实际上影响比较大的呢 就是发动机和传动部分 那发动机部分呢 主要是点火系统和燃油喷射这一套 那么日常保养呢 主要就是包含像火花塞啊 喷油嘴的清洗啊 还有节气门滑体的清洗啊 这些都关系到发动机能够正常工作 如果发动机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呢 它是不会废油的 在底盘方面呢 影响油耗的呢 是轮胎的气压 如果气压过低的话呢 刑事阻力比较大 那会增加那个汽车的油耗 保养发动机节油 众所周知 汽车发动机是燃油做工最关键的部位 发动机状况的好坏 会直接影响到燃油的消耗 因此要想达到省油的目的 对发动机的保养是至关重要的 对于发动机的保养 首先应该注意定期更换润滑油 润滑油在使用过程中燃烧产生的污染物 与机油混合形成油泥沉积物 时间长了就会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因此当润滑油使用到一定时间就需要进行更换 在实际的驾驶中 路况车况润滑油的品质都会影响到机油污染速度 因此需视情况缩短换油周期 更换时要注意选择合适的润滑油 如果润滑油标号太低 粘度太高 会使气门粘结 从而增加燃油消耗 发动机保养还需定期更换三滤 机油滤清气的作用是过滤机油内各种杂质 防止杂质对发动机造成磨损 如果仅更换机油而不更换机率 旧机率内残留的污染机油会重新进入机油中循环 此外还需定期对汽油滤清气 空气滤清气进行更换 空气滤清气的作用是净化进入气缸内的空气 如果空气滤清气太脏 就会阻碍空气涨通 从而影响发动机功率输出 造成燃油消耗增加 更换的标准为 每行驶两万公里或每两次换油时 更换汽油滤清气 每行驶一万公里或每两次换油时 更换空气滤清气 除了定期更换机油几率之外 还需要注意引擎内各循环系统的清洗与保养 如燃油系统的清洗保养 能有效分解发动机的积碳 润滑系统的清洗保养 能充分提高车辆基建的使用寿命 增强发动机动力 另外要检查火花塞是否正常工作 据实验证明 一只火花塞不工作要多消耗燃油25% 两只不工作就要多消耗燃油60%以上 建议大家至少在汽车每行驶一万公里 要对火花塞进行检查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目前市场上假冒伪劣的零配件比较多 车主在更换的时候 应该尽量选择原厂产品 实践证明 使用原厂的零配件产品能够缩减维修周期 节省油耗等不必要的支出 保养轮胎节油 让汽车节油除了要使发动机处于良好的工作状态之外 经常对轮胎进行保养也是必不可少的 汽车首先要选择使用正确型号的轮胎 每一种款式的轮胎都有它特定的功能 因此在买新轮胎的时候 应该问清楚 什么样的轮胎适合什么样的车型 这样才更安全 更节能 钱也花得更值得 大家都知道 胎压应保持在厂家要求的标准气压范围内 这样既能够保证行驶过程中的安全 而且也能够减少油耗 研究证明 实际使用中 只要有一个轮胎的胎压少了40千帕斯卡 这个轮胎就会减少1万公里的寿命 而且令汽车的总耗油量多3% 因此经常检测胎压十分有必要 除了备胎以外 其他的轮胎最少要两个星期检查一次 要注意的是 检查胎压必须是在轮胎冷却的情形下进行 否则高温会使胎压升高 导致测量数据不准确 此外 排除车胎内原有空气 充填干燥氮气 也可较长时间维持正常胎压 专家介绍 一般来说 驱动轮的轮胎比非驱动轮轮胎的磨损要快得多 转向轮轮胎要比非转向轮轮胎磨损快 所以建议前轮驱动车辆 每行驶8000到1万公里 坐前后轮换位 如果发现过早磨损 不规则磨损的迹象 应提高轮胎换位频率 轮胎在行驶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会出现跑偏等现象 这会在增加轮胎磨损的同时 增加燃油消耗 因此 在开车一段时间 以及更换轮胎后 最好对爱车做一次四轮定位 以及动平衡调整 当轮胎花纹磨损到一定程度以后 轮胎就会在行驶过程中打滑 既不利于行车安全 也不利于节油 因此 当轮胎花纹磨损至与该标记距离仅1.6毫米时 继续给予更换 注意不要使用翻新轮胎和反复修补的轮胎 特别是无内胎的子五线轮胎 在经过两次以上的修补后 其在高速情况下的长时间连续使用的可靠性就会降低 那么除了对发动机跟轮胎保养 能够实现更好的经济效应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保养能够达到节油的效果呢 除了以上提到的一些影响油耗的因素 车子在高速行驶的时候 车子的动力大部分是在克服空气阻力方面 所以说如果车身的分阻系数能够做得很小的话 对车子的油耗的降低是有很大的帮助 车身的分阻呢 从奥迪车来说呢 它本身分阻系数已经做得非常小了 那如果你想更加锦上添花的话呢 可以像漆面啊 做一些镀金处理啊 或者底盘的装甲 或者是导流板啊 给它防护的好一点呢 就空气的阻力会更加小 综上所述 只要您对爱车做好恰当的保养 能够在保证它良好车况的同时 带来更经济的友好 可见花在保养上的时间和金钱 绝对是合力的投资 只要合力的投入 就能获得相应的回报